2020年好像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年景啊 从年初的疫情到现在夏天的洪水 然后呢中美关系现在又特别糟糕 这些事儿落到老百姓上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对未来的这种未知感 让人觉得花钱就不舍得花了 比如说买车吧 你原来可能原来预算是20万 现在你可能降到15万 原来15万可能你降到10万 那但是在这种传统的这种廉价 或者是性价比高的这种售价区间里边的车 多少都会让人感觉到什么 油腻点 大输点 满大街可能大叔跑快车也用这种车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避免呢 作为一命年轻人 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个年轻人群体的这种需求 或者说他们的想法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先买车 房仍然是租的呢 因为车作为一个自己专属的空间 其实跟自己这种待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 而房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落脚和睡觉的地方 那么在我刚才说到的这种高性价比区间里边 就真的没有一款能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车了吗 诶 真不一定 今天新宝郡的RC5 没准就是这款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车的造型设计非常重要 而这款车 它的设计上有非常多的点可以说 但总结来说两大点 第一个先锋改 第二个不落俗套 前辆其实非常有实位度 也非常有特点 然后你说它的元素吧 用的也很多 比如说它白色的车身 镀铬的这种装饰条 还有这种黑色的这种钢琴烤漆材质 但是呢 整体又给人感觉非常简洁 而且在很多这种元素设计和细节处理上面 感觉就是非常有特色的 比如说像它这种前保险杠的这种折角 对吧 还有它的这个日元行车灯和中央进气格材上面 这个装饰条连为一体 而且它简洁到什么地方 简洁到它把大灯都隐藏起来了 分体式大灯 它把它藏在了保险杠的两侧 它的远近光啊等等 这只是它的日间行车等 所以你感觉到它这种简洁和繁复的元素 整合在一起 这种效果就是给人眼前一亮 RC5的轴距是2米7 从侧面看 其实能看出来 它从前楼到后楼距离其实比较长 而2米7这个轴距的标准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中级车的门槛 但现在它把自己叫做一款紧凑级轿车 然后呢 另外它很多地方也是跟别人走的路不一样 像以往的常规的这种轿车 它喜欢在侧面装一些镀铬装饰 说是中国人喜欢 但是这款车 它在侧面装的都是这种黑色的钢琴烤漆 再加上白色车身 撞色效果 视觉效果非常强 然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它C柱之后 我们看到它的车顶的这个平行线 非常非常往后沿 C柱之后才往下请 所以这种溜背轿跑的两相半造型 给车内成员留足了空间 而且由于这种造型设计 它把自己的车尾部只留了那么一小块 有点这种轿跑的小翘尾的这种感觉 RC5的车尾设计元素 其实和车头一脉相成 像车头的那种90度折角 同样在车尾也能看见 另外呢 尾灯这儿有一条贯穿式的灯带 这是一个目前主流的设计元素 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 它的RC5的这个标识是用的是金色 这和很多车都不一样 或者说就它这独一份 然后另外我们在这儿看见了 这个一行宝骏的这个字母 你如果长沙抖音 应该能知道那个顺口流 对吧 叫不怕宝马鱼路虎 就怕某某车带字母 新宝骏带字母 说完了尾部设计 众投席来了 说它的后备箱的后门开启方式 两箱先背式的 对 刚才说到它的尾灯 这种规整的造型 其实也是很大限度的 提升了它的后备箱的空间利用率 我们看到 它打开以后的这个开口 非常非常大 而且如果说 你把后排座椅往前翻倒以后 它的这个空间 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我猜测它可能能达到 上千升的空间 这种空间 基本上可以媲美一般的 这种中小型的MPV了 说了外边的外观 RC5是不是的确给人感觉眼前一亮 当然了光有外观是不够的 它的内饰其实我觉得 给人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更强 为什么呢 首先咱说整体的感觉 就是它是一个环抱式的驾驶舱概念 这个驾驶舱 比如说它有很高的这个挡扮台 然后呢 这边有扶手 然后这边的两个屏幕 一个是10.5英寸的中控屏 一个是7英寸的液晶仪表 再加上这个方向盘 这方向盘是一个两幅的 这是空的 然后呢 这个就特别像太空飞船的方向度 这个又是飞航式挡扮 再加上包裹的全黑的 充满未来感的设计 你坐在这就想说 呼叫地球总部 呼叫地球总部 保全RC5准备空间跳跃 都太空飞船了 所以这车的配置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太丰富了 咱们首先一点点说 说它的这个大屏幕背后 10.5英寸屏幕背后 是它的智能车机系统 可以连接手机 可以远程的控制车辆 可以支持OTA远程升级 可以智能语音控制 然后可以用你手机上的 基本上所有的APP 然后呢 导航都是语音呼出 还可以控制车辆 太多功能 我基本都列不出来 反正你能想到的 和你想象不到的都有了 再来说它的安全配置 主动安全这块 它官方说是同级别功能最强的L2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基本上能实现我们能所想到的那些 比如说自动的自适应巡航 车道保持 然后城市的主动刹车 安全预通胀的这种预警 等等等等功能 另外我实际感受了一下 它在开车的时候 这块液晶仪表上面的那个探测器 能感知出前面到底是辆轿车还是大卡车 这个的屏幕的显示 特别像特斯拉的那套autopilot 设计上细节 我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我认为设计上细节其实是没有用的 但是反过来说 正是因为由了这些细节 它才让这辆车和其他车变得与众不同 比如说它在这种车门 中控和它的这个仪表台 这些部位 其实用了非常多的不同元素拼接 比如说它的这种 本来是可以做一条塑料条 但是它在这个塑料条纹装饰上面 装饰了很多花纹 然后比如说它这是一条银色的镀银 但是它用成了这种铝拉丝的质感 然后我甚至在这辆车上 看到了类似于Alcantara的这种翻猫皮材质 当然了它不是真的翻猫皮 它其实是一种发泡材料 但是把它做成这种效果和质感 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觉得惊喜的 而在设计的元素上面 它也体现到了 比如说它的出风口 比如说它的这种手机储格部位 都用了这种和车外一样的这种菱形 叫集合的切割面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它们的内饰和外观的工程师们 在这种设计细节上 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空间上面前排其实不用说太多 我刚才已经说了 作为驾驶员它有很强的环保感 对 它的座椅 它的座椅是特别值得夸耀的 因为非常柔软 非常舒适 而且包裹性非常好 有沙发感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后排 好 来到了后排 首先2米7的轴距 保证腿部空间是完全充裕的 你甚至可以是吧 隔游躺一下 然后另外 后排的座椅跟前排一样 都是非常柔软和舒适的 就是这种沙发感 而且我特地看了 它的中间这块和很多其他车不一样 中间这块一样是很软的 而中央扶手 也是软的 所以你在这后排怎么样都能找到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舒适的座位 这样的话呢 你给你的好朋友后边做三个 前面做两个人 五个人一起 五五开黑 它不香吗 好了 现在我们正式的开始开这辆车 这台车的发动机有两种 有73千瓦的1.5自吸和108千瓦的1.5T 匹配的变速箱两种 手动变速箱和CVT变速箱 这台车我今天开的是顶配 所以是1.5T加模拟8锁CVT 四个字总结这套动力总成 游刃有余 特别是在发动机的转速上来一点以后 达到了它的扭矩高原 你在城市驾驶也好 还是在高速巡航也好 它的动力其实是非常能给你信心的 但是1.5自吸的那款发动机 由于它的最大功率只有73千瓦 扭矩相对低 只有143纵米 所以呢 等你在中高速的时候或者说想在超车呀 什么情况下 它就稍微显得有点乏力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要选RC5这台车 1.5T是最佳选择 刚才动力部分呢 我简单的说了一下 因为它的这块的动力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呢 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 而我浓墨仲裁想说的是这辆车的舒适性 别看这三个字 但是它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多 首先第一个 刚才我在静态说了 它的驾驶座的布局 可以让你很好的找到各个部分的这个姿势 比如说两边的扶手高度合适 座椅柔软 两边包裹支撑都很到位 方向盘和扶手之间的这个 它肯定做过很好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所以你放在两边 左手还是右手都可以很轻松的 辅着方向盘搭在上面 另外它匹配了非常高级的L2的这种驾驶辅助 所以呢 你在城市里面 因为用车基本上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面 0到150公里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 就可以完全满足你的日常的所有的驾驶路况了 再加上它的NVH还不错 发动机1.5T 但是它的噪音和振动几乎是察觉不到的 唯一一点可能是它的拍照稍微有一点大 我觉得这个可以通过更换一套更高品质的精英轮胎实现 那这样就非常完美了 你试想一下你在城市里面开车的时候 你今天心情不好对吧 或者说你公司里边觉得也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 但等你上了你的自己的车上 你自己的空间的时候 然后有很好的静力性 没有外界的杂音传来 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坐在车里面享受着音乐 享受着舒适的空气和温度 然后我觉得在这种专属的空间 心灵能被很好的治愈 话回到我开头说的 现在的生活可能在花钱上要做减法 但是对车的用车生活上 是不能有任何的妥协的 这可能就是年轻人的用车观 那么保健RC5这款车 个性非常十足 各方面感觉都没有短板 那么作为年轻人的你 难道不想试一试吗 感谢观看